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考点 是施工投标的相关内容 前面我们刚刚讲完的是施工招标的相关内容 那接下来当投标人他买到招标文件之后 他要干哪些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研究这些招标文件 而且在研究的时候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共有四个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要研究投标人须知 在这个投标人须知里面 它包括了很多内容 而对这个内容 这些内容考试的时候可能会考到多选 我们来看 投标人须知里面会涉及到工程概况 就是整个工程它的一些基本情况 会涉及到哪些是招标的范围 招标的内容 还会涉及到整个招标文件 有哪些组成 当然肯定还会有投标文件 要有哪些组成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点去注意 你在编写投标文件的时候 我们必须按照要求去编写 还有就是报价的原则 是按照总价报 还是按照单价报 还是按照成本价酬金合同报呢 涉及到报价的原则 当然还会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的安排 比如说哪天是投标截止日 他肯定都有说明 哪天是召开标签会议 这些他都会有说明 好 这些都是投标人须知里面 我再次讲掉 关于这些内容可能会考到多选 而对于这个多选 它的干扰项 就是接下来 二三四里面的内容 会把它掺进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投标书复录与合同条件里面 它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它重点强调的是 投标人当他中标之后 应该承担哪些责权利 考试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 把投标人中标之后承担的责权利 放到投标人虚致里面来进行干扰 这个大家要注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说明 这个技术说明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研究招标文件当中 对于施工技术的一些说明 要去熟悉所采用的一些技术规范 它在招标文件里面 会强调一些技术规范 我们要去熟悉这些 然后了解技术说明当中 有无特殊的施工技术要求 有无特殊的材料设备要求 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技术要求 有一些特殊的材料设备要求的话 那么我们在报价的时候 你要重点去考虑一下 由于它比较特殊 那可能这个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一便根据定额和市场去确定相应的价格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永久性工程之外的报价补充文件 永久性工程之外的一些报价补充文件 比如说对于旧建筑和设施的一个拆除 涉及到多少钱 还有呢 工程师现场办公室的一些开支 会的一些费用等等 如果有的话我们都需要纳入到整个工程总报价费用当中去 所以如果有这些我们得考虑到费用里面去 那么我们要去看一下它是否存在这些 好 这是关于对于招标文件的研究 我们要重点注意这四个方面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 研究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各项调查 这个各项调查重点是对于这三个方面进行调查 第一个呢 是市场宏观的经济环境 比如说这个项目它所在地 整个地区经济的一些情况 我们要去了解 还有就是工程现场的考察 和工程所在地区的环境的考察 我们要去看一看 整个工程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然后第三工程业主方和竞争对手公司的调查 我们还要去调查业主方 看看它是不是经常拖欠工资啊 我们还要去调查竞争对手 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否能够有实力中标呢 好 这个说的是各项调查 要调查经济 要调查这个工程它的周边环境 还有调查业主 调查竞争对手 好 那研究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复合工程量 国家其实是提倡采用清单来进行招头标的 那么当有了这个清单之后 我们必须要对于清单里面给到的工程量 进行核实 看它是否合适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单价合同和总价合同 理论上我们都是要去核量的 那首先来看一下单价合同 虽然说对于单价合同 最终呢 我们是以实际的工程量去结算工程款为准 那如果说当你实际完成量和他给我们的清单量相差比较大的时候呢 这个投标人也应该向招标人去要求他澄清 这是对于单价合同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总价合同 注意如果我们想要签总价合同 我们是必须要对于这个清单量进行核实 如果你发现有问题 我们要要求招标人来进行澄清或改正 那如果他不改正的话 很有可能对于我们 对于投标人就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我们来看 对于总价合同 投标前 如果业主对于争议工程量不予于更正的 就是理论上你应该去更正 如果他不予于更正那怎么办呢 书上给我们支了一招 他说投标人在投标的时候应该附上声明 这个声明的内容就是工程量表当中 某项工程量是有误的 那么最终结算的时候呢 按照实际完成量去计算 当然这个其实我们只能用于理论 如果你实际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可能这个招标人就不会考虑我们了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采用不平衡报价法 什么叫做不平衡报价法呢 我简单说一下 大家理解啊 如果说这个清单里面 某个清单项目 它的量明显少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干的活要比它明显多很多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清单项目 我们在报单价的时候 你单价往高了报 那当然如果说 他给我们这个清单里面 某一个清单项目的量明显多了很多 我们实际玩不成这么多的话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在报单价的时候呢 单价往低了报 而这种情况称之为是不平衡报价法 它是提倡的 一种正确的做法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选择施工方案 在投标的时候 这个施工方案是由谁去主持制定的 来看一下 施工方案呢 应由投标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去主持制定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是投标单位的是单位层面的技术负责人 而并不是项目层面的 因为我们现在正是在投标 这个项目你还没有拿到 我们就没有针对这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吧 所以说是由投标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来请主持制定施工方案 好 看一下第五个 投标计算 我们开始去计算了 首先根据招标文件负荷或计算工程量 作为投标计算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你想要进行投标计算之前 我们先要去核量 先要去计算量 计算完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投标报价的计算 然后他说 应预先确定施工方案 确定施工进度 并且与采用的合同技术形式相协调 这个怎么理解呀 就是说 你想要进行投标计算的话 我们必须先要确定施工方案 因为不同的方案 它对应着前数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要挖机坑 你是人工挖 还是机械挖 人工挖或机械挖 它都对应了不同的方案吧 那么他花的前数不一样 所以我们事先要定下来这个施工方案 而且还有明确施工进度 如果业主要求的比较紧 时间短的话 那可能就会多很多的加班加点费 那么这个费我们也要加进去的 所以你得考虑这个施工的进度 还有就是 要与产用的合同计价形式 像写条 你是采用单价合同 还是总价合同 还是成本价酬金合同呢 那如果你采用的是总价合同的话 那对于承包人 你承担的风险相对就比较大 你风险大的话 在这个价格总价里面 你这个报价就会高一点 能懂吧 所以我们得考虑采用什么样的合同计价形式 好 看第六个 确定投标策略 我们要考虑看看招标人他想要什么样的投标人 然后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投标策略 是想要以信誉取胜呢 还是要以低价取胜呢 是以缩短工期取胜呢 还是要改进设计取胜呢 我们要选择一个很好的 然后你看还有 他这里还提到了什么 以先进或特殊的施工方案取胜呀 等等 这些都是投标策略 我们要选择一个 然后进行投标 好来看一下第七个 正式投标 这也是关于我们施工投标里面最后一个内容 在这里面呢 有好多小点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首先我们在投标的时候 你必须要注意投标的截止日期 就是哪天是投标的最后期限 你超过这一天再送打 人家就是拒收的 我们来看 要注意投标的截止日期 投标的截止日期 就是提交标书的最后期限 超过日期视为无效处理 然后他说 之后送打的文件 招标人可以拒收 你看 这句话 可以拒收 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法规里面 他是肯定错的 是错的 因为可以拒收的言外之意 就是可以不拒收吧 而在法规里面考察的就是咬文嚼字 所以关于这句话 如果放在法规里就是错的 而放在管理里呢 他确实是对的 因为管理我们不会咬文嚼字 并且这句话还是我们书上的原话 好 这句话我们注意一下 然后看第二个 投标文件的完备性 这个投标文件啊必须是完备的 你看这个投标文件呢 要对招标文件的提出的实质性的要求和条件 你必须要做出响应 他问什么了 你必须要符合要求 在招标范围以外提出新的要求的话 均被视为对于招标文件的否定 如果说你在招标范围以外 给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那么认为是对招标文件的否定 视为无效标处理 你看不会被招标人所接受的 直接废标了 第三 注意标书的标准 这个标书最终要签章密封 就是要签字盖章 还得密封好了 否则无效 那么关于这个签章这里 要有谁的章 谁的字啊 看啊 投标书需要盖有投标企业的工章 你们企业的工章 以及企业法令代表人的名章或签字 是由投标单位的 单位的工章 还有你们投标单位 企业法令代表人的名章或签字 这说的是签章 然后呢 还得密封 好 这两个缺一不可 第四 注意投标的担保 比如说投标担保啊 投标保证金啊 等等 然后对于这个担保的形式 担保的金额 以及担保的期限 我们要重点去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考点清单 第一个 投标人需知 包括什么 包括好多内容 看一下 包括工程的基本情况 概况 哪些内容 招标 以及招标文件 包括哪些部分 还有投标文件 要由哪部分组成 还有就是报价的原则 还有呢 重要的时间节点的安排 确实这些都是在 投标人需知里面 他都明确好的 然后看第二个 对于总价合同 投标前 业主对于争议工程量 不予以更正的话 那么投标者呢 在投标的时候呢 要附上声明 什么声明啊 工程量表当中 某项工程量是有错误的 那最终结算的时候呢 按照实际完成量去确定 确实 这个是我们书当中 给我们支的招 第三个 投标的时候 施工方案呢 是由投标单位的 技术负责人 去主持制定 是由投标单位 单位层面的 技术负责人 主持制定 正确 标数的标准是 签章 密封 否则是为无效 而这个投标数 需要概有 投标企业的公章 以及企业法定代表人的 名章或签字 正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的题目 第一个 投标人须知 是招标人向 投标人传递的 基础信息文件 那么投标人 应注意其中的哪些呢 其实这道题 他所考察的内容 就是看一下 这五个选项 哪一个是属于 投标人须知里的吧 我们看A 投标人的责权利 投标人中标之后的责权利 它不属于投标人须知里面 它属于的是 投标数附录 与合同条件里面的 所以A不对 看B 招标工程的范围和详细内容 这个是 技术说明是吗 并没有 这个技术说明 和投标人须知是并列的 所以这个也不对 投标文件的组成 重要的时间安排 这是正确的 所以选B D E 很明显 这个考察就是 投标人须知 它包括那些内容 而对于它的考察 它肯定会把 投标人的责权利 技术说明 或者说 永久工程之外的一些 补充文件 把它们作为干扰线 所以这到底选B D E 第二个 在建设工程 施工投标过程当中 施工方案 是由投标人的谁 去主持制定量 方案是由 投标人的 技术负责人 这个投标人 就是投标单位 是由投标单位的 技术负责人 主持制定 不是项目经理 这个项目经理 它是针对项目来说的 也不是法定代表人 你得懂技术吧 法定代表人不行 分管投标的负责人 这个也没有 是由 投标单位的 技术负责人 去主持制定 选B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题 关于正式投标 及投标文件的说法 正确的是 看一下A 标书密封 不满足要求 经账方同意 是有效的吗 错 必须是千张密封 否则视为无效 B 项目经理部 组织投标的时候 不需要企业法定代表人 对投标的项目经理 进行授权吗 错 前面我们讲过 其实在第一章 讲到项目经理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过 项目经理呢 你是主要 你是参与进行招投标啊 签合同啊等等 如果让你真的去执行的话 必须要在授权的范围下 授权之后 你可以去签合同 这个 所以 他说不需要 是肯定错的 是需要的 必须要授权 然后C 通常情况下 投标不需要提交 投标担保吗 我们通过这个选项 给大家补充一个考点 注意啊 记住结论 通常情况下 是需要 提交 投标担保的 通过这个选项 我们记住这个考点啊 是需要的 D 在照标文件 要求提交的 截止实现后 送达的投标文件 照标人可以拘收 这句话 在管理当中 是对的 但是在法规里面 肯定错 这是书上的原话啊 一 标书提交的基本要求 就是签章 密封 正确 所以这道题 你看正确的是选择 D和一 如果说你不选D 很明显不合理 因为多选是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 正确答案 你要是不选它 那只有一个是对的了 对吧 所以在我们管理当中 这个是对的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个考点 是合同谈判与签约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合同签订的程序 这里面涉及到了什么 要约 要约邀请 还有承诺 而关于这三个概念 其实在法规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是要求大家必须要会的 而在我们管理当中呢 他就给我们分别 举了一个例子 来看啊 有招标 投标 确定住苗人 发出住苗同事书 那么这三个 我们一说招标 是招你来给我干活吧 所以它是要约邀请 它是要约邀请 而我去投标呢 这个就是要约 然后确定住苗人 发出住苗同事书呢 这就是承诺 在我们管理当中 你就记这些举例就可以了 具体的内容 你们在法规里面 去详细的学习 好看一下第二个 建设工程 施工承包合同 谈判的主要内容 关于这一部分 它涉及到很多的小细节 需要大家注意 看一下第一个 关于价格调整条款 看一下这段话 对工期交长的建设工程 时间很长啊 容易遭受货币贬值 或者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给承包人造成较大的损失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价格调整条款 可以比较公正的解决 这一承包人 无法控制的一些风险损失 所以呢 就是通过价格调整条款里面去约定 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去调价 这个是价格调整条款 简单理解啊 好来看一下第二个 关于工期和维修期 在这里同样都是一些细节 我们看啊 对于具有较多单项工程的建设工程项目 就是有多个单项工程 那么可以在合同当中明确 允许分部位和分期提交业主验收 就是我先干完的 我先验验收 然后并且从验收期 从验收时起开始计算 该部分的维修期 就是我提前干完活的 我们提前验收 那么这个维修期呢 也要提前算 都要跟着提前 从而以缩短承包人的责任期限 最大限度的保障 自己的利益 好 其实关于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我先干完活的 我可以提前验收 然后维修期也要提前算 就可以了 看下一句 承包人应该只承担 这里有个指字 所以很多学员对于这句话 他认为是错的 他说太绝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书上的原话 承包人应该只承担 由于材料 施工方法 及操作工艺 等不符合合同规定 而产生的缺陷 虽然说他给了一个指字 但是对于承包方 你也就干这些事 别的也不需要你负责 所以你只承担这些方面产生的缺陷 这是对的 好 对的 我们看第三个 承包人应力争以维修保函 来代替业主扣留的保留金 首先这个保留金要注意 它强调的就是质量保证金 而且这个质量保证金 它是在缺陷责任期内 在这个区院责任期间去提供的担保 他这里强调的是 我们最好呢 是以维修保函去代替 他直接扣我们的钱 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他直接扣钱的话 那么区院责任期终止之后呢 我还得派人去要钱吧 就比较麻烦 可能他还不愿意给 就是这就比较麻烦 如果我们要用维修保函呢 这个维修保函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保函 从银行我们可以去办理这么一个保函 这个保函它是有时销的 过了这个时间 它就自动失销 这不就比他直接扣我们现金 或者扣我们钱 这不就省事了吗 到了时间它就自动失销了 而让他直接扣钱的话 过了这个缺陷责任期 我们还得派人要钱去 那就麻烦 所以说他力争 以维修保函去代替 他直接扣的质量保证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 招标信息的发布属于要约邀请呢 确实 招标 招标这是要约邀请 投标是要约 发出中标通知书 这是承诺 承报人应该只承担 由于材料 施工方法 操作工艺等不符合合同的规定 而查案的缺陷 正确 因为对于承包人他就干这些事 然后第三个 承包人应力争以维修保函来代替业主扣留的保留金 正确 我用维修保函 因为维修保函他是有时效的 过了缺陷责任期 他自动时效 如果让他扣我们钱的话 那么过了缺陷责任期 我们还得派人要钱 就比较麻烦呀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第一个 关于建设工程合同定理程序的说法 正确的是 他对的看 招标人通过媒体发布的招标公告 称之为承诺 你通过媒体发布招标公告 这叫要约邀请 不叫承诺 第二个 招标人向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发出招标文件 这称之为是要约邀请 正确 投标人向招标人提交投标文件 这是要约 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证书 这是承诺 所以在我们管理当中就给了这么三个例子 一个是我发出招标文件 这是要约邀请 然后呢 你投标 这是要约 然后发出中标通证书 这是承诺 就给了这三个举例 所以这道题正确谈选B 好 第二题 在签订合同的谈判当中 为了防范货币点值 或者通货膨胀的风险 招标人和中标人 一般通过什么去约定风险分担的方式 通过的是价格调整条款 价格调整条款 不是调整工程范围 也不是工程的支付的方式 也不是这个价格调整条款 在这个调整条款里面 它会约定好 发生什么情况下 我就给你调价 明白吗 还是调整条款 所以选B 第三题 关于合同谈判当中 工期和维修期的说法 正确的是 工期维修期 看A 对于具有较多单项工程的建设工程项目 可以在合同当中明确 允许分部位或分批提交业主验收 正确 我提前干完活的 我们可以提前验收 由于工程变更的原因 对工期产生不利的影响 应该给予承包人 要求合理延长工期的权利 这个通过常识 我们也能会吧 工程变更的原因 对工期造成不利的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承包人 他可以去索赔工期 这是可以的 然后第三个 承包人只应承担 由于材料施工方法 他做工艺等不符合合同规定 而产生了缺陷 这个我们一再强调 虽然说这里有个纸 但是承包人他只干这些事 所以他只承担跟这部分有关的一些缺陷 所以这个是对的 不要被这个纸字给吓到了 我们看一下 承包人不能用维修保含来代替业主扣留的 保留一些吗 他力争 我最好是用维修保含去代替扣留的质保金 不是不能 是我力争 我最好是用维修保含 一 业主和承包人应当根据项目的情况 施工环境的因素等 恰定适当的开工时间 这个也是对的 就是这个开工时间 到底选了什么时间呢 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去恰商 对的 好 所以这道题呢 正确答案只有递错了 选择ABC 好那到目前呢 关于第六章第一节内容 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节的考点总结 这一节呢 一共涉及到了三个内容 一个是招标 一个是投标 一个是合同的谈判 签约 那么重点其实要求大家掌握的是 招标的相关内容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招标的条件 招标条件有这么几个 第一 招标人要依法成立 这是招标人 有已经有了 第二 第二和第三 涉及到的是手续 哪些手续啊 初步涉及盖算 应当批准的手续 已经批准好了 还有 招标的范围方式 阻止形式 应当履行核准的手续 也已经核准好了 这两个是手续 还有资金或资金来源 已经落实 还有呢 招标所需要的图纸 要完善 是招标所需要的 并没有说 全部的图纸都要到位吧 好 这是招标条件 然后什么样的项目 我们必须要通过 招标的方式来确定 中标人呢 涉及到大型基础建设的 公共事业或者是公共安全的 还有政府资金的 不管是我们国家 政府出钱了 还是政府融资的 还是国外的政府出钱了的 只要你是政府的钱 那么我们必须要通过招标 去确定中标人 好 招标的方式有公开和邀请 什么情况下 我们可以采用邀请招标吧 不管你是技术复杂 还是有特殊要求 还是由于环境的限制 最终导致 只有少量的投标人 可供选择的 这是一种 还有呢 就是本身你这个合同额比较小 如果你采用公开招标的话 整个公开招标的费用占整个合同额比例过大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邀请招标 第四 组织的方式 可以自行招标 或者是委托招标 自行或委托 而这委托招标呢 就是委托招标代理机构 这个招标代理机构呢 它是可以跨地区去承担业务的 好 然后信息的发布 我们只能在一家每一届去发布吗 并不是 我们可以在多家每一届去发布 但是必须要保证 你发布的信息是一致的 发布的信息是一致的 而且我们在出售文件的时候 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从你开始出售到完事 整个不得少于五日 好 在这里要注意啊 你发布信息的时候呢 可以在不同的媒介 但是必须要保证你发布的内容是一致 这个内容要一致 好 然后再看第六个 信息修正 关于对于招标文件信息修正 这里我们要记三点 第一个呢就是时间 第二个是形式 第三个呢是面向所有的 这个投标人吧 我们看 是在什么时候啊 是在投标文件截止日 至少十五日前 通过书面的形式 通知给所有的投标人 这是至少啊 至少 十五日前 好 标签会议 在标签会议当中 如果说这个会议纪要 或者是一些补充文件和招标文件 不一致了 我们是以哪个为准 是以补充文件为准 而且涉及到的什么会议纪要啊 我们要用书面的形式发给每一个投标人 而且对于那些问题 我们不需要注明问题的来源吗 评标 评标呢 包括评标的准备初步评审 还有详细评审 然后最后呢 编写评标报告 在这里这个初步评审呢 它指的是符合性的审查 符合性的审查 我写一下 符合性的审查 它是符合性的审查 就是看看你对于招标文件的一些要求 有没有做出响应 好 然后这个详细评审是核心 详细评审呢 是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而且这个详细评审 它包括技术标的评审 和商务标的评审 技术标的评审呢 就是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案 配备多少技术人员 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措施 这都属于技术评审 那么商务评审呢 就是钱 你到底是怎么算的 好 而且有没有一些优惠条件 那么在这个初步评审里面 我们还要注意 大写小写不一致的时候 以大写为主 正本负本不一致的时候呢 是以正本为主 单价乘上供乘量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是以单价乘量为主 然后评审委员会呢 最终要推荐众标候选人 一到三名 而且按照他们的得分去排序 一到三名 确定众标人 这个最终的众标人 是由谁去确定啊 是由建设单位去确定 建设单位从这个候选人里面确定 并且从发出众标通人数日 至起30天内去签合同 什么时候双方去签合同 是从你发出啊 注意啊是发出 发出众标通知书至起 去签合同 好 这是招标的相关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投标 投标 首先 是投标人 他要先去买文件 那买的时候 你要注意 是投标人自费买 而且买完不许退 那当然了 对于一些设计文件 招标人 他可能去收取一些押金 然后当投标人用完还回来的时候呢 我再把押金退给你 但是整体上我们重点要记这两句 你是自费买 而且买完不许退 买了之后 接下来他要开始去研究这些文件 那么研究的时候 他重点要去看 投标人须知里面的内容 投标人须知里面包括很多呀 比如说工程概况 比如说 招标的范围 招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文件的组成 报价的原则 还有呢就是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而在这么多内容里面 他是没有涉及到 投标人 中标之后的责权力 也不包括技术说明 这两个可能会作为 投标人须知里面的干扰项 然后要进行各项调查 我们要调查哪些方面 调查经济情况 调查这个现场的周边环境的情况 调查竞争对手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实力中标 调查招标人 看看他是不是经常拖欠工资 各个方面调查 然后还要去核实工程量 理论上不管你是采用单价合同 还是总价合同 我们都要去核量 尤其是对于总价合同 必须要去核量 你要是不核量 如果他给那个清单有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风险就是 承报了你自己去承担了 所以必须要去核量 那如果说对于总价合同 你核完量之后发现 某个清单里面量是有问题的 而且呢 招标人他有不予更正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附上声明 就是说什么呢 清单里面某个清单项目的量有误 最终结算的时候 按照我实际完成量去计算 这是我们书上给我们支的招 好 在投标的时候 这个施工方案是由谁去主持制定的呀 是由投标人的技术负责人去主持制定 就是投标单位的技术负责人主持制定 然后开始去计算 这个计算流书 确定一个投标策略 是以低价取胜呀 还是以缩短工期取胜呀 还是以完善图值取胜呀 还是等等 我们要选一个好的策略 最后呢 正式投标 而在投标的时候必须要注意 这个标书的要求 签章密封 否则是为无效 而这个签章 是要有 投标人企业的公章 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名章 或签字 还得密封啊 好 最后一个合同的谈判 签约 关于要约邀请 要约邀请 要约和承诺啊 我们就记这三个举例就可以了 在我们管理当中 就只有这三个举例 剩下的在你们的法规里面 去详细的学习啊 发出招标文件 这是要约邀请 投标呢 这是要约 发出中标通设书呢 这是承诺 再往后 双方可根据各自的项目准备情况 季节 施工环境因素 这些条件去恰商 适当的开工时间 双方呢 根据实际情况去恰商 开工时间 第五个 对于具有较多的单项工程的建设工程项目 可在合同当中明确允许分部位或分批提交业主验收 并且从该批验收时期计算 维修期 就是提前干完活的 我们可以提前验收 然后这个维修期呢 也要相应提前 好 然后第六个 承邦人应该只承担 由于材料施工方法 操作工艺 不符合同规定 而产生了缺陷 因为承包人 你也就干这些事了 其他的呢 你也负责不到啊 所以你只承担这些造成的缺陷 正确 最后一个 承包人 力争以维修保函 去代替业主扣留的 质保金 因为这个维修保函 它是具有时效的 过了确案责任期 它自动失效 那如果让业主直接去扣我们钱的话 过了确案责任期 我们还得派人要钱去 那就比较麻烦 好 那以上呢 就是第六章第一节内容 好 谢谢大家